你刚才讲的梁武帝的事情 还有这个要诊 还有什么故事 梁武帝在乡这个方面 我认为 梁武帝还有很大的贡献是 把这个乡 延伸到 发展到 每一个人不同的时间 都可以用到东西了 乡诊嘛 我睡觉就可以用到 对 光点香还有很多麻烦 这是梁武帝的一个贡献 梁武帝在乡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是波散路的推广 波散 什么东西来的 一种炉具 少小的炉具 那么这个炉具呢 不是梁武帝发明的 从现在出土文物来看 在老子的老家 就出土了波散路 什么叫波散路呢 这个在炉盖上面 雕刻了一层一层山 山水 就是仙山的象征 那么山上面呢 里面还有好多灵兽啊 其他动物啊 飞鸟啊 人物啊 隐藏在山之间 那么山 山峰之间 有好多开孔 就是出香烟的这种 偷气 爱孔窍 烟本来就是 这个飘飘渺渺的 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造型呢 非常好的一个炉具 你想一下烧烟香烟出来以后 是什么感觉呢 非常美啊 而这个逻辑是 梁武帝呢 用他皇帝的身份 把他推广了 所以这个波散路呢 也是香的一个代名词 波散路暖 国人说波散路暖 波散路冷 波散路近 都只是香 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呢 你说 一个香炉 它模仿了一个大地的情景 它有走势 有些孔窍 有些烟出来 其实在真正的 比如说在我们祖国的山河大地 它这个山脉也有走势的 它也有些地方是 透过以泉水的方式 烟的方式出来 一样呀 波散路呢 它就是来 实际上它就是模仿了 田地这种规律 而造出来的东西 它的这种香烟 从炉具出来的这种 运转的这种规矩 是我们古人呢 参政自然的这种规律 而设计的 梁武帝呢 梁武帝呢 在这个这种响炉的发展上 引导和推动了 中国响文化的发展 那么梁武帝呢 他也发明了创造了 或者他寻找到了很多很多 非常特殊的香 比如说梁武帝的故事里面有 扫什么香见新王母 还有梁武帝找到了返婚香 梁武帝的妇人去世了 一个贵妃 一个妃子去世了 梁武帝呢 对他非常的怀念 就想着怎么能够再跟他见一面 就做出了返婚香 据说呢 川鼠拉之时 那么梁武帝点上这种香以后 这个妇人呢 真的是 让他看到了有重心 他肯定不是回来了 迷幻药啊 是吧 让我想起了 曾经有一些说 古印度古牙马的时候呢 有一些酋长 也有这样的能力啊 他们找了某一些植物 混合在一起之后 经过点燃之后呢 让人产生了某一种的这种 错觉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那说明 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 在印度 古牙马 古印度古牙马 古这个 古印第安 古中国地区呢 都有类似的东西 那说明人类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真的是到过一种大同的境况 但是不知道后来 为什么原因 这些东西都没落了 那到底是怎样呢 我们待会儿呢 再有请 傅老师呢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中国历史上 文人 默克们 他们品香的过程 从中你会感受到 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文化太美